这道题我都讲不一遍了 怎么还能错呢 我忘了 吃饭咋不忘 睡觉咋不忘 开始呢 咋了 校长 你来趟王室 我找你有点事 啊 行 这道题是我们家消失变啊 我扎着机 校长 找有事啊 你去牛党期吗 下个月有全球理性赛 这个月都没人事 太好了 下周市里要举办一个数学赛 领导给门让你去 这种跟门比赛我去就齐本了 这次跟以前不一样 这个比赛关乎到咱全球的利益 哪有这么严重啊 你听我跟你说呀 那肯定我们用啊 他们学校高速去晚安 还能挺理的呢 董校长 话怎么能那么说啊 我们学校第一表率 比你们高表的20多 应该是我们班级洗校区 你们在班级我的剧校区 领导你看看 这有点不讲理的吧 你这是怎么说话 谁不讲理 什么就我怎么说话 凭什么我们用你们生意的 就凭我们学习成绩好 我们成绩也不差啊 差远了 你拉拉倒吧 二位息怒 哼 去 这样吧 下周市里要举办一个睡眠参 你们二位各派一个学院参加 谁赢了 谁又新校区 怎么样 领导我们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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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多意思啊 就这么定了 你拉行了啊 我先走了 哈哈 领导 你说没选偏打他们吗 你没在打我们学生 你没有他们好 哎呀董校长 我这么做完全是欠了你呀 我可没看出来 你们学校不是有那个 旅客行吗 你叫他去啊 旅客 对啊 哎呀这是我还得求出来 现在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咱能不能办到新校区 就看你的 哎呀行倒是行 但是我有个要求 哎呀你又要做啥谣啊 咱学校想提供成绩这种 跟人生健全 所以我想 好老师们上课 起立 同学好 好老师们都做了 谢谢同学们 那么今天主要讲的是啊 如何精准地找出考试中品 谁说你想啊 不好意思客气 我呆 以后上我课都把手机调成精烟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来让你先讲